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己自我介绍一下 好吗 大家好 我是Liu 我本身毕业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KM 然后接着在马来西亚波特拉大学 毕业于硕士和博士在生物科技的 那么我本身在对于葫芦汁的专研或者是研究 已经有超过五年的历史了 那么我们公司在2016年开始了葫芦汁的培植和生产 葫芦汁可以为我们讲解一下什么是葫芦汁吗 据我们所知葫芦汁又有另外一个名称 称为老胡奶 那你可以述说一下它的历史吗 葫芦汁是一种药用真菌 那么它的学名叫做Lignosis rhinoceros 它的历史要追溯到四百多年前 有一个航海家名叫John Evelyn 在他的日记当中有记载到中国和日本的耶稣会士 就把这个葫芦汁赠送于巴黎的正常的库存 那么葫芦汁为什么会称为老胡奶 就是葫芦汁的另外一个名称 是因为说常居于山区的原住民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葫芦汁只在这个慈虎 在喂它的这个小老虎的时候 它葫芦汁地下的地方才会生长出来 葫芦汁 据我们所了解 葫芦汁有分为三个部分 分为的就是菌荷 菌饼 菌盖 而菌荷是最有疗效的 你可以讲解一下关于菌荷的部分吗 可以啊 其实这个就是葫芦汁的这个完整的这个形态 那么下面这个部分是叫做菌荷 那么菌荷它的形状是不一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那么从菌荷会生长出来这个我们叫做菌饼 那么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两个菌饼的 那么过后它就会形成最后的一个部分叫做菌盖的 所以它整个形状就是这样 那么当这个菌荷长出菌饼 进而在长成菌盖的时候 其实菌荷里面的营养也是在慢慢的减少中 葫芦汁有分为培植和野生的 那哪一个人营养价值会比较好呢 由于葫芦汁的菌荷是生长在泥土里面的 那么它只有在它的菌饼还有菌盖生长出来的时候 原住民才会辨认还有才可以采集到 那么有一个问题是当这个菌饼还有菌盖生长出来过后呢 它的营养值 菌荷的营养值也在慢慢的流失当中 那么除了这个营养值之外呢 野生采集的这个葫芦汁的菌盖呢 在这个安全实用性也是需要被考量的 因为现在呢 许多森林已经被过度的开发 再加上现在环境的污染呢 也是日益严重的 那么野生采集的葫芦汁呢 也面临着重金属污染的这个因素影响 所以它的这个野生的葫芦汁呢 的这个营养还有这个安全实用性呢 也需要被考量的 相反的 培植的葫芦汁呢 它的这个品质 还有这个安全实用性呢 是非常稳定 而且是不需要担心的 那不同的培植方式会影响到葫芦汁的颜色吗 是的 不同的培植方式呢 会影响到葫芦汁的颜色 还有质量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葫芦汁的菌核里面呢 它的菌丝体呢 是属于这个乳白色的 Tiger Pro呢 它专有的这个培植技术呢 是模仿野生的葫芦汁 这个生长方式而培植的 培植出来的这个菌核呢 其实跟野生的菌核是一模一样的 当这个菌核呢 在烘干磨成粉过后呢 它的颜色呢 也是会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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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进尸体去生长的 在市面上 有些人他们就会把葫芦汁采摘过后 就直接磨粉 然后销售于市场上这样的馈举 对吗 其实如果说要把葫芦汁采集 然后包装成食品 然后销售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话 我本身觉得说有三种的因素需要考量的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要用价值 接下来就是安全实用性 还有最后一点我也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稳定的供应 那么现在野生的葫芦汁的话 这三个因素都处于不确定性的 那我们有请Dr. Liu为我们讲解一下 整个葫芦汁它的培植过程好吗 Tiger Pro专有的培植技术 是模仿天然野生的葫芦汁而培植出来的 在Tiger Pro的培植当中 我们会经过这个品种的筛选 还有DNA的鉴定 确定它是葫芦汁的品种过后 我们才会培植 那么在培植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把菌丝体移植到这个木屑包内 当菌丝长满整个木屑包和成熟过后 我们会把这个木屑包种在泥土当中 菌核就会从木屑包生长出来的 那么整个的这个培植过程大概是需要一年的时间 我们的这个整个Tiger Pro培植的整个过程 都是在室内还有温度的这个控制下而培植的 那么在每个过程每个步骤所使用的这个每个材料 我们都是有经过一系列的实验还有测试 以确保我们生产出来的Tiger Pro的菌核呢 是高品质还有稳定的这个产量的 根据马来西亚KKM注册条例呢 葫芦汁应该是被归类为食品级或是MAL级别呢? 根据马来西亚卫生部在2021年1月所发表的 药品注册指南当中呢 葫芦汁是被归类于传统的草药 只要产品所使用的葫芦汁呢 没有经过特别的处理 或者没有宣称有任何的医疗药效 以及使用在食品当中的话呢 那么这个产品是不需要注册为药品的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这个MAL 那么详细的资讯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马来西亚卫生部那里呢 可以下载这一份指南 一般上建议的分量要放到多少的分量才能够达到疗效呢? 一到两岁的小孩呢 我们建议每天摄取100到200Mg的剂量 那么两岁以上的小孩呢 我们是建议200到600Mg的 成年人的话呢 我们都是建议每天摄取大概600Mg的这个剂量 葫芦汁比较适于用在液体剂型还是粉末剂型呢? 都可以的 Tiger Pro的这个葫芦汁呢 都稳定于这两种剂型 那品牌创办人就是product owner 他们需要通过什么检验才被确定说 葫芦汁是已经是安全被使用的呢? 首先呢 品牌创办人呢 需要检测葫芦汁的这个来源 他们有没有经过这个处理 还有有效成分等等的 安全使用性呢 就需要检测重金属 还有这个微生物的含量 什么人群比较适合不用葫芦汁呢? 小孩、成年人或老人呢 都可以食用葫芦汁 那么我们特别推荐呢 有肺部问题的人群呢 就食用葫芦汁 比如说有哮喘的呀 或者是有鼻痘炎的人士们 接下来就是有吸烟的人士 或者是免疫力比较弱的小孩呀 或者是老人 葫芦汁如何改善鼻肚炎 哮喘病还有肺部问题呢? 通常呢 这些肺部的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肺部的细胞 或者是气管的细胞呢 发炎而引发的 那么在食用葫芦汁过后呢 葫芦汁里面的这个高抗氧化 营养质还有这个普聚糖呢 会帮忙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白戒素 或者英文我们称之为 interleukin 那么这些白戒素呢 就是引发发炎的这个因子 那么在降低了这些interleukin过后呢 我们的这个发炎的状态呢 会逐渐的减少 进而改善这些状况的 那么在抗发炎过后呢 葫芦汁也会进而增强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还有提升我们的肺部的能力 最近我们的话题就是一直提到 新型冠状肺炎 那葫芦汁怎么样帮助到提升自我免疫力呢 就如刚才我所提到的 葫芦汁呢有很高的养分 高抗氧化和普聚糖 那么它会有效的帮我提升 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 有研究证明呢提升自身的免疫系统呢 可以大大的降低感染新冠肺炎疾病的概率 Doctor 我们想知道说 服用葫芦汁过后会有什么症状出现吗 其实不同的人呢 服用了葫芦汁过后呢 会出现不同的反应 有些人呢会出现好转反应 那么有些人呢他身体的毛病呢会出现好转的 就是会好起来 那么有一些人呢 则不会出现任何的反应 不管你使用葫芦汁过后呢 你的反应是怎样 葫芦汁的功效呢都会有在的 那么葫芦汁呢最主要的五大功效呢 就是提升身体的免疫系统 提升肺部能力 抗发炎 抗癌细胞 还有高抗氧化的 相信大家今天和我一样 也是学习到很多关于葫芦汁的知识 也很感激 Dr.Leo今天抽空为我们Beauty Scientist 就做一个专访 不用客气 今天呢也感谢Beauty Scientist 来为我们做这个专访的 希望我的分享呢可以让更多的人认识葫芦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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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